繼續我們請李柏毅議員發言 李議員請 謝謝 有可能是最後一道 和市長來議會 因為六月初六 還剩十八天 你就面對高峰市民 要對你投出罷免票 罷免跟選舉一樣 罷免跟選舉的位階一樣 是憲法賦予中華民國人民的權利 就像你的論文寫的 如果選舉做得不好 你可以等下一次選舉的時候把它換掉 或者是你可以罷免它 所以罷免跟選舉 這是同等位階的工作 這和市長你要很清楚 我問你一個工作 今天所有的高雄市民家家戶戶 都收到這張 這張你看看 他現在我不是韓粉 但我為高雄人挺身而出 裡面影射 前朝貪污 裡面影射 限制性招標的工作 裡面放人不可以 不可以去選投百元票 市長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件是你做的 市長 請市長答覆 市長怎麼你做的 謝謝黃議員的 我説你 對不起 劉鋒議員 對不起 我議員太多 我頭昏昏的 謝謝李議員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沒有看過 謝謝 市長 不是你說你第一次看到 但是全世界都不會相信 全世界都會覺得這是你做的 為什麼 你做你的直播裡面 所以你叫大家 不可以去投票 要贊票 然後你最好的發言人 不是鄭造欣 是曹凡榮 你最好的發言人 就跟大家教說 什麼叫做贊票 就是要讓人有壓力 就是要讓出來投票的人有壓力 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 我在這邊具體 來對這一封黑函 跟你做出檢舉 沒有署名 在選舉期間 是不是算黑函 局長 你請回答 請李局長答覆 我們就送你了 來 謝謝 選舉期間 沒人敢用沒署名的文宣 現在白面跟選舉一樣 韓國瑜 跟你的團隊 你也不應該用這種文宣 沒有署名的文宣 全高雄市 花100萬 這樣差不出來 局長 李局長 我請教你 高雄市有幾家廣告公司 可以發這個黑函的 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我跟你說 十幾間沒有幾間 選舉期間 好 我們 這你們都知道 有幾間 大概 你說 會看這種文宣的公司 派報社有幾間 醫所長 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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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報就是家家夫婦都去抓人的信箱 這種叫做派報 甚至歐洲上 甚至車上 你夾的 你夾的 這個文宣的 這個我們可以查 可以查 你什麼時候要查出來 我們盡快 我們盡快 投票之前查出 這個是誰委託的 我們一定會盡快 來還韓市長說他第一次看到這份文宣 還他一個清白 好不好 我們會盡快查 都認為是他 市長 為什麼你面對不必 這麼嚴重 騎市長的角度 我跟你說 兩個無心 再加一個有心 哪兩個無心 第一個 從 你市政報告裡面的 你說要縫合高雄鐵路地下化之後 的六個路橋 包括青海路橋 青年路橋 智立路橋 智強路橋 大順路橋 跟維新路橋 其中 我們外面 澄清路上 每天可以來議會 我相信你們也知道 單線通車 比以前更快走 要做多久了 超過一年嗎 超過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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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還沒做好 但是 你很快就把它剃圖 這是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鐵路地下化 是什麼時候 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是在 一百七年的十月十四 你一百七年 十二月二五 一輪 兩幾月來 因為前朝 把規劃設計 發寶怎麼做好了 所以六座路橋 打得很快 留給你什麼 留給你中華地下道的田平 留給你心中一路的打通 中華地下道的田平 你去到那裡煩火 煩火到 你說工期百幾天 給你縮大到幾十天 但是你沒說到的 是為什麼中華地下道的田平 要到今年才有那麼多做 為什麼不是去年做 你去年就在當市長 你忘了嗎 好 我再跟你講 做贏 新莊一路的打通 一樣 跟六座路橋 如果前朝沒有先幫你發包設計完 你就是慢慢的等慢慢的拖 拖得緊 還沒有通車 李四川副市長 上禮拜六 再幫你去看 看他現在路面完成到什麼程度 副市長我跟你說 這也是應該 舊年就要做的工作 也是拖得緊 因為營建署 高通 包括原道工程 包括內政部 營建署的這個補助 全部都在去年就已經到位了 為什麼鐵路地下化在前年十月通車 前朝有辦法 馬上就做好設計規劃 你們一定要等到這來 靠頭整個 靠頭做靠頭發包嗎 沒心 第一個無心 第二個無心 我們再回到輕軌 我昨天也聽到黃捷議員講 捷運局的回答我也聽過 但是我要重複這整個輕軌 我跟你在面對面質詢的過程的一些紀錄 這個是108年5月2號 來 放一下 市長你說什麼 我們大概下半年我特別報告 我用四個字形容 省慎樂觀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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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鬼的專案報告 你來現場 親自面對議會 說下半年會提出一個 具體的方案 省慎樂觀 下半年你不在啊 去選總統嘛 那你知道葉空石副市長在議會怎麼回答嗎 那一個專案報告 是回應你在5月2號的時候 你說下半年要給報告 所以議會就很老實地排了一個專案報告 12月2號 你在忙著選總統的時候 我不知道 葉空石副市長有沒有跟你報告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但是 他的方案 就是一樣是拖延時間的方案 因為他說在六個月內 要做成這個居民的溝通 六個月內要做成造街的溝通 並且施工 欸 12月2號到現在 也已經又快要六個月 也已經又六個月了 所以一樣沒有嘛 你整個團隊 對市政的無心 造成民眾的不滿 所以 罷免的聲浪四起 從民間發起的聲浪四起 這個是你必須要警惕 而且去面對的事情 那為什麼說一個有心呢 從你的最佳的恐嚇市民 教育局 禁止學校出界場地 民政局 恐嚇市民 你已經犯了刑法 104條 還有 環保局 公務局 你們對於民間團體所掛的布條 做了加倍的廣告 早上去疲毒 你們也是對 罷免這個運動 做了很大的廣告跟宣傳 市政府的效率 在這裡都看得到 還有 現在所有 包含 避免廣告 包含所有廣告 我剛剛給警察局長追找 全國公司都不能做 帆布不能掛 公車廣告不能做 因為業者 可能會被你們 對於他們的交通補助費 他們很擔心 各種恐嚇市民 各種禁止罷免的有心 造成你今天 6月6號 我看情況是很不樂觀 唯一 我覺得可以做的 我相信 你如果認為你做得好市長 如同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跟全台灣人講 的那一句話 大家放在心裡 我等一下 再播一次那句話 我們也希望你拿出 這一個 當初的這個心理 直求對決 不要恐嚇市民 讓市民光明正大 來投出這一張罷免票 讓市民不要有疑慮 不要有害怕 這是一場民主運動 法律沒有規定你 一年內不能去參選總統 法律有規定 一年後才可以對你提出罷免 市民等這個一年等好久 從你5月17號參與國民黨 Yes I do 的被動式民調 那一刻開始 大家都在等 在等12月25號 所以在這裡 好 謝謝李議員 繼續我們請 陳上會議員發言 陳議員請